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播前 刚好遇到白板和出轨蜂波 在该剧备受质疑的时候 却被男二和女二给抢了风头 赢得一众好评 讲真 多少人被这一对给圈粉了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讲女二洋语 扮演着蓝莹莹 蓝莹莹 出生于上海 中国大陆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08级表演戏本科班 2011年还未毕业的蓝莹莹 被陈佳上导演选 为主演之一 出演电影画壁中海棠一角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12年在《轻功剧真旋转》中 饰演幻璧而受到关注 在剧中 蓝莹莹饰演的洋语演技 分分钟炸裂 小编印象最深的就是逼婚陈少聪那段 面对情绪低迷的陈少聪 洋语眼眶 微红寒泪开始了掌握男友实力 逼婚的戏码 回答错误 再说一遍 瞬间秒耸的陈少聪那句结婚 为着对洋葱CP高甜高虐的感情之路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洋语是急诊式的一名小护士 虽然看似柔弱 却拥有乐观坚强的开朗性格 泼辣干脸 与陈少聪是对喜愿家 日常打闹斗嘴令人捧腹又动容 外科风云中 蓝盈盈试验人和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杨宇 正与果敢 是面临紧急情况下冲在前面的急诊式能量酷事 工作上认真敬业 生活中尽显阳光坚韧 还有点虎的小属性 在对付有人和小霸王陈少聪之时 恩重技能轮番上线 欢托的人和小霸王 遇到能量小护士后 智商即刻掉线 两人几次相爱相瞎的交手 都以杨宇完胜告终 杨宇这个角色所传达出来的感情与性格 都是十分的鲜明 阳光善良且坚韧的能量护士 被网友称为旧师后 原力女生的蓝莹莹身上与这个角色 有很多相似之处 她表示 剧中阳宇 蓝莹莹是 与陈少聪 李嘉航氏的关系也是默契十足 这一对急诊科互相扶持的能量情侣 美 四在争执的时候 小霸王的杨宇会占上风 让自己的搭档秒耸 工作之余又会展现 互损互对的另类秀恩恶模式 在剧中 蓝莹莹饰演的杨宇演技炸裂 分分钟令观众入戏 只是这硬伤也很明显 人和小辣椒杨宇 骂流氓的这一段够酸爽 只是这嘴也够大 还被网友揍成了表情包 除了嘴大 网友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小编特地去看了看 果然不小 真是实力实力抢劲 还有不少网友戏 称 是打陈少聪的那巴掌 打得太用力了 还没消肿吗 蓝莹莹在电影画壁中 饰演海棠 而走进观众的视线 因在真旋转中 饰演颇有心计 却本性善良 为爱牺牲换毙 而被观众所熟使 演技青涩却很有张力 是一颗很被看好的新星 从爱人的谎言 小丈夫 山海精之赤影传说 再到外科风云 蓝莹莹的演技步步渐长 演得了大反派 也呵护得住小辣椒 实力不可小觑 网友对 其演技也是连连称赞 还有网友说 演技好就行 不在乎嘴大手大 这个看法小编也是支持的 事业顺风顺水 爱情也是十分如意 和同年记忆的陈湘曹俊 也是良缘佳人 两人自6月12日起相恋 2016年12月9日 蓝莹莹和曹俊发布首次正面谈恋情 相互认爱对方 互称对方为首师先生 迟到小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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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